這次是一個很突然的事件 四點多起床 車壞了 其實我們看整件事 都不是人為的事 真的不是大家想的事 當然旅客有理由 旅行社也有困難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會壞了車 如果每次都要求賠償 我們真的要看個別事件 是否真的我們做得很不對 或者是因為意外而產生的事 我想我們大家要去談一談 可能有些旅行社就覺得 我賠償一件事 是應該可以大事發小事小事 變成一個情形之下 我們真的很難針對每一件事 它應不應該賠償或者賠多少 這個準則我們真的沒有